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崇祯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然后他走向了那棵树 我的故事也应该结束了 按照惯例 每个人讲话结束的时候会有一句结束语 而当这个王朝结束的时候 也会有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是的 这句话我已经写过了 不是昨天也不是前天 而是几年以前 在我的第一本书里 朱元璋登基那一段的最后有一句话 就是那句几年前我就写好了 还记得吗 所有的王朝 他的开始正如他的结束 所以才有了这句结束语 没错 就是下面这句 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 结束了吗 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吗 没有 是的 从技术角度讲 这部书已经结束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出 它不仅是历史 我所述说的 除了历史 还有很多东西 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 权力 希望 痛苦 愤怒 冷漠 热情 刚强 软弱 气节 度量 孤独 犹豫 残暴 宽恕 善良 邪恶 正义 真理 坚持 妥协 忠诚 背叛 足够多了 现在我要讲述的是最后一样东西 它隐藏在下面的故事里 徐鸿祖出生的时候是万历十五年 在这个特定的年份出生真是缘分 但外面的世界跟徐鸿祖并没有多大关系 他的老家在江阴山清水秀 不用搞政治 也不怕被人砍 比较清静 当然 清静归清静 在那个年头 要想出人头地 轻使流明 只有一条路 考试 似乎 今天也是这样 徐鸿祖不想考试 不想出人头地 不想轻使流明 他只想玩 按照史书的说法 他是从小就玩 而且玩的比较狠 比较特别 不扔沙包 不滚铁环 只是四处瞎转悠 遇到山就爬 遇到河就下 人极小 胆子极大 此外呢 他极讨厌考试 让他去考科举 死都不去 这个情节放在现在 大致相当于 抗拒高考 这号人 当年跟今天的下场 估计是差不多的 被拉回家以后 打上一顿 打个半死不活 绝无幸免 然后 然后就扛把锄头 下地干活 或者呢 背个扑克卷 出去打工 然而徐洪祖的父母 没有打他 非但没有打他 还告诉他 你要想玩 就玩吧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就行 这种看似 惊世骇俗的思想 似乎很不合理 但是对徐家人而言 很合理 对了 应该介绍一下 徐洪祖同志的家世 虽然他的父母 父母并非什么大人物 也没有名气 但他有一位祖先 还算是很有名的 当然不是好名 在徐洪祖出生前90年 徐家的一位先辈 进京赶考 路上遇到过一位同学 这位同学叫做唐银 又叫唐伯虎 没错 他就是徐晶 后来的事情 我之前讲过 据说是徐晶作弊 结果拉上了唐伯虎垫背 大家伙一起完蛋 近视没考上 连举人都没了 所以徐晶同志决定 痛定思痛 对坑害了无数人 主要是他的科举制度 是深恶痛绝 教育子孙 要与这个万恶的制度决裂 爱考不考去他娘的 对这段百年恩怨 徐洪祖是否了解不清楚 但他会用 那是肯定的 更重要的是 徐家虽说没有级别 还是有点钱 所以他决定 索性不考了 出去旅游 刚开始的时候 他旅游的范围 主要是浙江一带 比如紫金山 太湖 普陀山等等 后来 欲发勇猛 又去了 雁荡山 九华山 黄山 武夷山 庐山等等 但这里 存在着一个问题 钱 旅行家和大侠的区别在于 旅行家 是要吃要喝 要花钱的 列一下 大致包括以下费用 交通费 住宿费 导游费 餐饮费 门票费 如果地方不地道 还有一个挨仔费 我说过 徐家是有钱的 但只是有点钱 没有很多钱 大约也就是个中产阶级 按照今天的标准 一年去旅游一次 也就够了 但徐洪祖的旅行日程是 一年休息一次 他除了年底回家照顾父母以外 一年到头都在外面 但就这么个搞法 他家竟然还过得去 原因很简单 比如说交通费 他不坐火车 也不坐汽车 想坐那这儿也没有 少数骑马 多数靠走 不信 骑马你爬山试试 住宿费 基本上不需要 徐洪祖去的地方 当年大都没有人去 别说三星级宾馆 连孙二娘的黑店都没有 树林里边 悬崖上 打个地铺 也就睡了 餐饮费也没有 我考察过 徐洪祖同志去的地方 也没什么餐馆 每次他出发的时候 都是带着干粮 而且他很扛饿 据说能够扛七八天 至于喝水 山里面那都是矿泉水 门票费也是不用了 当年谁要能在徐洪祖同志去的地方 设个点收门票 那只能是说明 他比徐洪祖还牛 收多少都应该 挨宰费是没有的 但挨宰是可能的 且比较敞亮 从没有暗地加价 坑害游客 都是拿刀 明着来抢 要知道 没门票的地方 固然没有奸商 却很可能有强盗 据本人考证 徐洪祖最大的花销 是导游费用 作为一个旅行家 徐洪祖很清楚 什么都能省 这笔钱是不能省的 否则走到了半山腰 给你挖个坑 让你钻个洞 那就休息了 就这样 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徐洪祖 穿着简朴的衣服 没有随从 没有护卫 带着干粮 独自前往 名山大川 风餐露宿 不怕吃苦 不怕挨饿 一年只回一次家 只为攀登 没人爱去的 一个个高峰 从世俗的角度看 徐洪祖是个怪人 这个人 不考功名 不求做官 不成家立业 按很多人的说法 是毁了 我知道 很多人还会说 这种生活很荒谬 是不符合常规的 是不正常的 是缺根弦的 是精神有问题的 我认为 说这些话的人 是吃饱了 撑的 人只活一辈子 如何生活 那都是自己的事 自己这辈子 浑浑噩噩的 没活好 厚着脸皮 还来指责别人 有多远 就去滚多远 徐洪祖履行的 唯一阻力 是他的母亲 他的父亲 去世比较早 只剩他的母亲 无人照料 圣人曾经教导我们 父母在 不远游 所以在出发前 徐洪祖 总是很犹豫 然而 他的母亲 把他叫到跟前 对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男儿 志在四方 当往天地间 一展胸怀呀 就这样 徐洪祖开始了 他伟大的历程 徐洪祖 二十岁 离家 穿着布衣 没有政府支持 没有朋友 帮助 独自一人 游历天下 二十余年 他去过的地方 包括湖广 四川 辽东 西北 简单地说 大明十三省 全部走遍 他爬过的山 包括泰山 华山 恒山 松山 中南山 峨眉山 简单地说 你听过的 他都去过 你没听过的 他也去过 此外 黄河 长江 洞庭湖 鄱阳湖 金沙江 汉江 几乎所有江和湖泊 全部游历一遍 在游历的过程中 他曾三次遭遇强盗 被截去财物 身负刀伤 还由于走进大山 无法找到出路 数次断粮 几乎饿死 最悬的一次是在西南 当时他前往云南贵州一带 结果走到半路 突然发现交通中断 住处被当地土著围上了 过了几天 外面又来了明军 明军又把土著人给围住了 围了几天就开始打 打了几天就开始乱 徐洪祖好歹是见过世面的 跑得快 才算顺利脱身 在旅行的过程中 他还开始记笔记 每天的经历 他都详细记录下来 鉴于他本人姓徐 名外 还有个号 叫做侠客 所以后来 他的这本笔记 就被称为 徐侠客游记 崇祖九年 五十岁的徐洪祖决定 再次出游 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出游 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 正当他考虑出游方向的时候 一个和尚找到了他 这个和尚的法号 叫做靖文 家住南京 十分虔诚 曾经刺破了手指 用鲜血 写过一本 法华经 非常崇敬 积足山 家业寺的菩萨 积足山 在云南 当时的云南 积足山 算是蛮荒之地 啥也不通 要去 只能走着去 很明显 靖文是个明北人 他知道自己要一个人去 估计到半路就歇了 必须找一个同伴 徐洪祖的名气 在当时那已经是很大了 所以他专门找上门来 要跟徐洪祖一起走 对徐洪祖而言 去哪倒是个无所谓的事 于是他就答应了他 两个人一起出发 他们的路线是这样的 先从南直立出发 过湖广到广西 进入四川 最后到达云贵 不用到达云贵 因为到湖广就出了事了 走到湖广 湘江 进湖南 两个人坐船 准备渡江 渡到了一半 遇上了强盗 对徐洪祖而言 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他已经遇到过好几回了 但静文大师应该是第一次 死后的具体细节不太清楚 反正徐洪祖赶跑了强盗 但静文在这场风波中受了伤 加上他的体质较弱 刚撑到广西就原济了 就死了 徐洪祖停了下来 办理静文的后事 由于路上遭遇强盗 此时徐洪祖的路费已经不足了 如果继续往前走 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当地人劝他 放弃前进的念头 回家吧 徐洪祖跟静文是素不相识的 至多属于关系一般的旅友 俩人各有各的想法 静文没打算写游记 徐洪祖也没打算去礼佛 实在是没有多大的交情 而且我还查过 徐洪祖此前去过基足山 这次旅行对他而言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可是他说 我要继续前进去基足山 当地人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去 徐洪祖答 我答应了他 就是答应了静文 要带他去基足山 可是 他已经去世了呀 我带着他的骨灰去 答应他的事情 我要帮他做到 徐洪祖出发了 为了一个逝去者的愿望 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 虽然这个逝去者 他并不熟悉 旅程很艰苦 没有路费盘缠的徐洪祖 背着静文的骨灰 只能住荒郊野外 靠野菜干粮冲击 为了能够继续前行 他还荡掉了自己 所能荡掉的东西 只是为了一个承诺 就这样 他按照原定的路线 带着静文 翻越了广西十万大山 然后进入四川 越过峨眉山 沿着敏江 到达甘孜松攀 又渡过金沙江 渡过蓝沧江 经过丽江 经过西双版纳 到达基足山 在嘉业寺里 他解开背上的包裹 捧出了静文的骨灰 到了 我们到了 他郑重的把骨灰 埋在了嘉业寺 在这里 他兑现了承诺 然后 他应该回家了 但是他没有 从某个角度讲 这是上天 对他的恩赐 因为这将是 他的最后一次旅游 能走多远 就走多远吧 徐洪祖 离开了基足山 又继续前行 行尽半年 翻越了昆仑山 又行尽半年 进入了藏区 游历几个月后 踏上归途 回去没多久 就病了 喜欢锻炼的人 身体应该比较好 天天锻炼的人 比如运动员 就不一定好 做旅游也是如此 估计是常年劳累 徐洪祖 终究是病倒了 没能再次出行 崇祯14年 病重逝世 年54 徐洪祖所留下的笔记 据说总共有两百多万字 可惜没有能够保留下来 剩余的部分 大约几十万字 后被人编成徐霞克游记 在这本书里 他记载了祖国山川的详细情况 涉及地理水利地貌等情况 被誉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 翻译成几十国语言流传世界 好了 结论应该出来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的故事 他为了研究地理 四处游历 为地理学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是这样吗 不是的 其实我讲这个人的故事 只想探讨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有资助 没有承认 至少生前没有 没有利益 没有前途 放弃一切 用一生的时间 只是为了游历 究竟为了什么 我很疑惑 很不解 于是 我想起另一个故事 新西兰登山家 希拉里 在登上珠穆朗玛封后 经常被记者问一个问题 记者问他 你为什么要爬 他呢 总是不回答 于是 记者总是追问 终于有一次 他答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无法再问的答案 他指着朱峰说 因为他就在那里 因为他就在那里 其实这个世上很多事 本不需要理由 之所以需要理由 是因为很多人喜欢找抽 喜欢没事找事 干不干事 另说 给个理由先 正如徐霞克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 汉代的张谦 唐代的玄奘 元代的耶律楚才 他们都曾游历天下 然而他们都接受了皇帝的命令 寿命前往四方 我只是个平民 没有寿命 只是穿着布衣 拿着拐杖 穿着草鞋 凭借自己游历天下 故虽死无憾 说完了 我要讲的那样东西 就在这个故事里 我相信 很多人会问 你讲了什么 用如此之多的篇幅 讲述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 在终结的时候 却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重复一遍 我要讲的那样东西 就在这个故事里 我讲完了 我王更新 为您播讲 听友们好 我是王更新 明朝那些事268集 已经全部播讲完了 有些听友可能还觉得不过瘾 那么喜欢听我播讲历史的朋友呢 可以继续收听我录制的历史书籍 大宋帝国三百年 和王之道 从痞子刘记到高祖刘邦 以及历史穿越小说 锦衣春秋第一季 在这呢 感谢各位听友的支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